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我是Joyce 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 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我们继续谈 金石哲学第45条 成为开拓者 所谓的开拓者 当然就是开天辟地 所谓的先锋 就好像没有的指南针跟罗盘 在大海中航行 完全要靠自己 其实也就如同在黑暗中在行走 但是只要自己心中 始终有着一股坚定的态度跟力量 相信自己可以 这其实也应验着 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掌握 下一秒钟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不就跟所谓的开拓者是一样 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开拓精神 是必须要严肃 是必须要积极 同时必须要是努力的 才能真正让我们的未来 真正的有意义 而这个有意义事实上 就是必须要有成果 有成效 当然我们在看待我们企业经营 在看待企业如何的在一个竞争的产业成功 我们就必须要具备所谓的开疆拓土 这种开拓者的精神 我常常在讲 所有企业的成功 噪音于企业领导者 是不是想要让他成功 将这样的精神 让所有的员工来去连接 来去传承 也就是每一个企业员工 都必须要具备这种所谓担当的精神 而所谓的担当精神 也就是呼应着 我们必须要成为开拓者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下 每一个员工都可以时时刻刻 具备的开创者的精神 想象着我的工作原来是怎么进行 前人的这种工作的态度跟方法 是不是合乎现在的环境 或者工作的状态 我们可以改变 当然你想要做改变 你就变成是一个开拓者 但是开拓者也就很容易地 遇到困难 如果你自己不坚持 你当没有办法证实 你是真正可以成为一个开拓者 可以为企业的部门 带来更多的福利 因此我们必须要将这样的精神 真正的落实在每一个员工的身上 既然这个员工想要有所作为 也就是说他想要去想 想要去创新 那我们身为部门主管 甚至企业领导人就必须要协助他 才有办法让企业始终有着更多创新的发现 让企业可以生存 同时也因为如此 可以让员工可以快乐地工作 这样这个企业一定是一个创新 同时始终可以长存的企业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 WebTV